小雕的声音也迅速在林董心中响起 一道强大的元神 元神 听到这个陌生词汇 林董面色却猛然一变 现在他已是知道 当一些强者实力达到某个地步之时 皆是能够以元聚神 只要成功地凝聚出元神 就算是肉体毁灭 但只要元神不灭 皆是能够有着重生的机会 当然这种境界实在太过强大 就算是林董 也只是从小雕那里听来的 他倒是没料到 这林郎天的体内 竟然会存在着一道神秘的元神 先前我与他在坛底交过手 这道元神也相当虚弱 不用太过剧疤 而且在我眼中 就算这元神肉体尚在时 也比不过我全盛时期 小雕的声音中有着一丝傲气 看来当年的他 也的确是一尊相当强悍的存在 对此 现在的林董 倒并没有在抱着什么怀疑的心态 林董微微松了口气 旋即问道 搖手直沾上风 哼 雕也出马 那有失败的道理 我跟他现在存在差不多 我只是妖灵体 可他只是元神体 不过我有失福 在坛底倒是压了他一筹 小雕有些得意的怪笑着 另外在坛底深处 的确有着一具远古神兽的骨骸 若是我所料不差的话 应该是一头远古天鹅 这天鹅一族 也是妖兽界中 极为强横的存在 浑身是宝 不过 那东西太过沉重 就算是涅槃进抢者都搬不动 不过还好 那蠢虎在我缠住那元神之时 从那骨骸中得到一丝 天鹅血脉 这对于他的修炼 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远古天鹅 对于这种存在 林栋倒是相当的陌生 不过 能让小雕说成是强横的 想来这东西应该来头不小 还好有所收获 在想到小炎 才得到一丝天鹅血脉之时 林栋也是微微松了口气 小炎赔了这么多年 他能够变得强大 林栋也是高兴得紧 小雕再度说 我还从那远古天鹅身上 用了一件其他东西 道今为适合你 等出了这里再给你 你这里情况如何 还好 原本想趁机 将林郎天给杀了他 不过没想到 你们回来这么快 林栋目光透过漫天语物 望向林郎天的方向 略微有些遗憾地说着 小雕说 那林郎天本身也是不弱 要杀他可并不容易 这里毕竟是大英王朝 杀了他 你对林范也不好交代 等进入百朝大战了 有的是机会 林栋也手缓缓点了点头 清晰了一口气 逐渐将心中的杀意 给平息下来 而在林栋这边 与小雕交谈的时候 林郎天所在方向 他也是因为 那一道神秘的元神归来 而目露大喜之色 牧师 我要你现在助我 补习一切代价 将林栋那个混账小子斩杀 他竟敢 将我圣灵坛的能量 紧述抢夺而走 这一口气 今日绝不能咽下去 林郎天咬牙切齿地 在心中低吼着 我不是帮你布置了阵法吗 怎么会这样 那一道归来的元神 也对这种情况极为的错 林郎天面色铁青 眼中涌动着 猙獰杀意 那个小子 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请客间便破坏了阵法 而且还强行夺走了 我的这边能量 牧师 这次不管什么代价 我们都要杀了这小子 不然以后后患无穷啊 不行 然而对于他的要求 他体内那一道元神 却立刻回绝 为什么 闻言 林郎天仙是一愣 玄机不甘地低吼着 这个小子 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 就算你我联手 现在恐怕都很难将其斩杀 怎么可能呢 林郎天身体一震 难以置信地说着 那小子体内 同样有着一道神秘的存在 在先前 我潜入坛底之时 那道存在也跟了下来 并且将我阻拦而下 我与他交过手 但并未站到上方 那被林郎天 称为牧师的元神 沉默了一下 而后说着 听得这话 什么 林郎天的手掌忍不住抖了一下 眼中涌现浓浓的惊骇之色 他从来没想过 林郎的身体中 竟然也会有如同他一般 居住着一个强大的存在 难怪这小子 能够沟通造化武卑的悲魂 获得那等最强大的造化武学 看来当初也是因为 那神秘存在 在暗中帮助他 林郎天实在有些忍不住 他可是很清楚这牧师 有多么可怕的存在 牧师 难道连你都不是 那小子体内存在的 那个对手吗 我与那个存在交手很短暂 他实力不弱 不过如今的我 实力不足全胜时期半层 若是能够恢复一些 倒也不见得不能收拾他 等到时候 进入百朝大战 我会指引你去一处宝藏 在那里 我便能够恢复一些力量 到时候 足以保你在百朝大战中 有着一席之地 那牧师沉默了一下 而后冷笑说着 那现在难道就这么算了吧 我的生灵弹能量 被那个魂杖给抽空了 林郎天面色阴晴不定 极为不甘心地说 难道这个血亏 它就只能打碎牙齿 往肚子里咽吗 那牧师声音冷力地说 凡事要懂得隐忍 即便我们真的动手 也没有把握 反而会暴露我的存在 那对你没什么好处 想要成为真正的强者 谁不是经历千般磨练的 林郎天双拳紧握 眼中杀意疯狂地闪烁着 许久之后 他方才深深吸了一口气 闭声说 是 你也不用太过着急 这里的圣灵弹能量 虽然有着奇效 但只要进入远古战场 我必能让你蜕变强大 那里的种种资源 可比大阳王朝好百倍 何必太过在乎呢 而到时候 你要杀这小子 易如反掌 并且 我也是很想看看 他体内那道存在 究竟 是个什么东西 见到林郎天 压制住杀意 那牧师这才点点头 声音放缓了一些 但是在最后一句时 有着些许寒意散发出来 在先前 那坛底交手时 他几乎是 进落下风 不仅什么好处没捞到 还差点有损原神 这倒是让他暗自震怒 这可真是虎落平阳 被犬欺了 林郎天 默默点了点头 他知道 今天这场子 他是说什么 都找不回来了 而他所得的消息 也让他感到 十分的震惊 他实在是无法想象 那个两年之前 在他面前 连他的气息压迫 抵御起来 都格外困难的 蚂蚁般存在 如今 怎么会拥有着 这等实力 以及底牌呢 要知道 他体内这道存在 可是当年 九死一生 落下悬崖 方才侥幸所欲的 而这些年来 他能够逐渐成为 林氏宗族的绝世天才 这道存在 也功不可没 但是他却没有想到 那曾经在他眼中 如同蚂蚁般的 林洞体内 居然也会有着 连牧师都忌惮的 神秘存在 这种发现 不由地让他 满心不甘与妒忌 一个卑微的 分家之人 怎么有资格 拥有着这等 存在的守护呢 不过 不管他心中 如何都不甘 此时的他 却只能缓缓地 落自水面上 低头望着 那清澈的潭水 面色清白交替 此时 天空上 雨幕也逐渐紧数落下 墨铃三人 也是缓缓降下身体 目光有些奇怪地 望向林洞与林朗天 在先前的时候 这两人 竟都是古怪地 突然停手 没有再有任何的举动 特别让他们 感到惊愕的是 那林郎天 居然收敛浑身 原力波动 落下神来 那份模样 显然是不打算 再出手 这家伙 竟然不打算 抢夺回圣林坛的能量了吗 对于林郎天的举动 墨铃三人 都是有些恶忏 以他们 对林郎天的了解 后者可不是什么 懂得牺牲宁人的人 按照正常情况 今日的林郎天 绝对会跟林董 不死不休的 一番惨天大战的 但眼下这一幕 却看到他们 有些目瞪口呆了 这个家伙 好像突然 很气惨林洞了 墨铃目光一闪 倒是敏锐地 察觉到一些什么 目光转向 林洞所在方向 只见的 后者 也是缓缓落到水面 平静的脸庞 倒看不出 他究竟在想着什么 这林洞 似乎并不是表面上的 这么简单呢 墨铃心中 闪过这道念头 林洞给予他的惊奇 实在是太多了一点 有时候 他真的是有些难以想象 一个仅仅只是出身 林氏宗族分家的人 怎么可能会如此的优秀 圣灵坛上 随着林洞与林郎天的 突然间熄火 气氛却是诡异的 变得异常安静了下来 墨铃三人对射了一眼 皆是缓缓地落回原本的区域 不过暗中还多了一些警惕 生怕出现什么其他的变故 而林洞本人倒是一笑 他目光看了林郎天 锁在方向一眼 看来林郎天体内那道存在 也是知道他的一些秘密 这才让得林郎天无比地忌惮起来 不敢再胡乱出手 不过 这林郎天不出手 林洞倒也乐得如此 反正现在 他已将林郎天的部分 圣灵坛能量 紧数抢夺 既然这家伙不再打算 动手抢回去 那他就确之不公地 紧数享用了 一念至此 林洞也是盘腿坐下 手掌一挥 脚下黑洞便迅速涌出 一股股翠绿的奇特能量 然后源源不断地 对他体内贯注而去 这些能量 自然便是刚才 从林郎天那片群域 抢动而来的 北面 林郎天望着 那几乎被一股股 极为雄魂翠绿能量 所包裹的林洞 眼中也是涌上暴怒之色 面色铁青 双拳捏得嘎吱作响 不过有了体内 那牧师的警告 他也是不敢再出手 所以倒只能 眼睁睁看着林洞 将他的一份圣灵坛能量 紧数炼化 而此时 他也知道 这一次的圣灵坛之行 他真的是 白来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